郭先生的名次也说到 对旅游业的打击 对很多服务业的打击 是难以想象的 买业萧条 实际就是买业群为减 而且我对这个疫苗 暂时这个有效性的 在短期内 还是大大问好 因为我对资本市场没有了解 一个可疑的想象就是 辉瑞公司的CEO 在最近宣布好消息以后 他突然直接把自己 三分之类的股份全抛掉了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人家之所以敢为 Elon Musk是比较特斯拉 为什么一直在增长前进 因为他从上市以后 他一直在争持 而没有减持股票 那说明他表示 对特斯拉的公司有前进 那辉瑞在这个 照理说 这个好消息出来 如果我是他 对自己公司前进看好的话 我要等到他接下去 比如说370上 最终结果出来以后 各国订单政府都来以后 等我公司一起好 我讲再涨一点 我再跑 为什么呢 现在说一下子 像这个我们家 杨品一样 三分之二的股份 它都抛去 这我确实理解不了 在资本市场 往往之中是一个 比如我们就 这些 就是一个包紧的这种信号 公司核心管理层 突然之间抛去了 自己三分之二 是一个股份 尤其是在 所谓的宣布 对整个资本市场 这位提侦来看 道秋师 标普 纳斯伯格 都超好意识情高 在这种情况下 他自己去 保留上这种股份 这确实 我自己感到很不安 好的 谢谢皮特 谢谢 谢谢